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江苏省明师空中课堂。 我是苏州工业园区新湾学校的陈老师。 很高兴和大家继续学习十字二,金木水火土。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很多汉字朋友。 你还记得他们吗? 记得,他们是金木水火土。 是的,老师这里有图片和汉字。 请你找一找联网。 请你来核对。 第一个字是木。 木头。 第二个是黄金的金字。 这是土。 水。 最后一个是火字。 你都连对了吗? 这是我们上节课认识的五种事物。 也是我们所学儿歌的题目。 谁来读一读儿歌的前两行。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很好。 自己背一背。 这节课,我们要继续学习儿歌。 先来看第三行。 跟我读,天地分上下。 盘古开天辟地,天在上,地在下。 他们的位置不同。 用手指一指,上在哪里? 对了,这是上。 再指一指,下呢? 这就是下。 在教室里,家里找一找,什么东西在上面,什么东西在下面呢? 教室里,点灯在上面,课桌在下面。 我的书桌上,一文书在上,习字册在下。 水杯在桌子上面,鞋字在桌子下面。 说得很好。 看来,上和下的意思是相反的。 这样的词语,我们就叫做反义词。 你还知道哪些意思相反的词呀? 我知道大小,多少。 我还知道胖瘦,高低,粗细。 同学们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跟老师来读一读这些反义词。 大小,多少。 胖瘦,高低,粗细。 再比如,男女,黑白,好坏。 这些呀,都是反义词。 好,同学们,来看一看上和下这两个字。 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先来看一看这两个字有什么共同的笔画。 对了,他们都有一笔横。 这笔横啊,就代表了地平线。 上其余两笔在横的上方,就代表地平线的上面。 下其余的两笔在横线的下面,这个字就表示地平线的下方。 你看,汉字多有趣啊,从他的样子就能读懂他的意思了。 跟我再来读一读这两个字吧。 上、下。 我们来玩一个找朋友的游戏。 谁来给上和下找一个汉字,让他们啊,变成一个词语。 比如说,上,我可以说上车。 你也来试一试。 我来找朋友,上去,上来。 我也会上楼,上学,上课。 下的朋友在哪里? 下车,下楼,还有下课,下面。 真厉害。 找到朋友,汉字就不孤单了。 来,我们一起把这些词语跟老师读一读。 上车,上去,上学,下车,下课,下面。 真好。 把他们送回儿歌,再来读一读这一行。 天地分上下。 天地分上下,日月照金谷。 看看这两句,还有没有像上和下这样意思相反的词呢? 自己试着找一找。 我发现天和地也是意思相反的。 我也找到了,还有日和月,金和谷。 真好。 藏在儿歌里的反书语都被大家找到了。 我们再来读一读后两句。 天地分上下,日月照金谷。 最后一行,日月照金谷。 先来看这个日。 日就是太阳。 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把温暖洒向人间。 你看,多么明媚的阳光呀。 再看月。 一轮明月照着大地。 唐代诗人李白看到他,迎送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是同学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静夜思。 跟老师来读一读这句诗。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宋代词人苏氏看到他,迎送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这是苏氏有名的水调歌头。 来跟老师读一读这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现代世人爱卿看到这轮明月,迎送出, 我的思念是圆的。 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 这一句出自爱卿的,我的思念是圆的。 来跟老师读一读。 我的思念是圆的。 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 李白,苏氏,爱卿。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 从古到今,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和月亮。 他们就一直这样照耀着我们,陪伴着我们。 跟老师来读一读后两句。 天地分上下,日月照金谷。 同学们也来试着背影。 年代我对我们的女人提供舞 did possible。 pains都会让她发生 AWS! 竟比較流行。 搭掉我见年代, monet人建筑一下。 这么多,不隔烈的口水。 杨特的女人可以逃避死了看看。 也不是那样在众星座上方面做价 vi救 vaccine, 它是问题念的是个广 dried戻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和老师圈得一样吗? 真好,现在和老师来读一读儿歌 我读一句,你也读一句 做好准备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天地分上下 日月照金谷 读儿歌的时候啊,你可以跟老师读 也可以我们俩合作着来读 比如,我先读红色的 你再读蓝色的部分 你一句,我一句 好,做好准备,跟老师读 一、二、三、四、五 天地分上下 对了,我们还可以交换一下 你先读红色的,我再读蓝色的部分 你先开始 金木水火土 日月照金谷 你看,合作着读也很有意思呢 和你的好朋友或者家人一起 你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合作着读儿歌 有些汉字不见了 你还会躲 还会吗 十字二 金木水火土 一、二、三、四、五 金木水火土 天地分上下 日月照金谷 祝贺你 背得很熟练 完成了挑战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迎接写字挑战了 相信你也一定能行 回忆一下 他的名字 对了 他就是我们上节课认识的新朋友 田字格 汉字要写到田字格里去 再回忆一下 正确的写字姿势和握笔姿势 姿势正确才能把字写漂亮 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字是三 三这个字呀是由三横组成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笔顺 三横从上往下写 这是写字的笔顺 按照顺序写 字才会写漂亮 老师教大家笔顺可以念出来 也像小儿歌一样 跟我说三三我写三 一笔横二笔横三笔横三笔写成一个三 明白了吗 知道了笔顺我们就要把它放到田字格里去了 先看位置再看笔画 那这三横的位置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横在横中线上面 第二横正好在横中线上 第三横在横中线下面 说得很好 老师要提醒你 三由三横组成 三横之间的距离要匀称才好看 回忆一下 我们上节课学习写的二字 上横短下横长 那三字的三横写的时候 要怎么写才好看呢 三字中间的横最短 第三横最长 说得很好 看来你的观察很仔细 小眼睛特别尖 下面我们就要来学着 写一写三这个字了 先看老师写一写 从上往下 按照笔顺写 再看一遍 第二横最短在横中线上 第三横最长 要写得舒展 好同学们 自己到语文书上 描一描写一写 我们来学习写上字 先观察一下 上字是由哪些笔画组成的呢 有两笔横 还有一笔数 是的 在这个字里 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笔画 它叫做 数 直直的 就在树中线上 那么 我们这个上字 该用什么样的笔顺来写呢 先来看一看 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学着 鸟儿歌 上 上 我写上 一笔数 二笔横 三笔横 三笔写成 一个上 其实呀 在我们的语文书上 也标注了每个字的笔顺 瞧 在填字格上方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字的笔顺了 在学写这个字之前 一定要认真观察 记住笔顺 再开始动笔写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填字格中的这个上字 观察一下 它的位置 数在数中线 短横在横中线上面一点 观察仔细 有什么笔画 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第二笔横 短一点 第三笔横 写的长一点 才好看 说得很好 你一定能成为 写字小能手 那来看 老师写这个上字 第一笔数 在数中线 第二笔横 在横中线上面一点 最后一笔 长横 再看一遍 长横 就像一的写法 左低右高 要舒展 同学们打开书 自己描一描 写一写 要注意正确的姿势 然后再看一遍 checked 最后一遍 再看一遍 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 这两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十字二 认识了金木水火土这几种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事物 还学会了一首儿歌一定要背给你的爸爸妈妈听 最重要的我们学会了一个本领那就是学会写汉字了 同学们一定要记得跪在坚持 认真写好字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本领 你要知道在语文课上专心听 我们还会学到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呢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